讲道理 我发现现在的一些网文 是不是故意来恶心我们的 我现在都快和奶屁文学释怀了 为什么后面还有吃屎文学啊 男主和女主被困荒岛 正常举行下 怎么也得是肚兜挂腰带 天雷沟地火 荒岛变荒岛 女主问男主 我们没有食物 怎么活下去啊 男主说 你吃我的屎 我吃你的屎 循环下去定能走出去 你可不能耍赖 偷吃我的屎后不拉哦 不是 你们有病吧 说实话 我见过最恶心的奶屁文学 是在我妹妹和她的网恋对象的聊天记录里 我妹说 呜呜呜 老公 我肚肚痛痛 圈圈小小的身体坐在五彩斑斓的马桶上 看上去楚楚可怜又很动人 冷酷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心疼 揉了揉圈圈的肚子 啊 圈圈叫了一声 放了一个奶屁 夹杂之一股柠檬奶香味 呜呜呜 老公不要停 好难为情 三分柔情 五分邪美 两分霸道 猛的一吸 被扑面而来的奶香 香到快要断气 我们圈圈 连屁都是香的呢 不是 我推荐我妹去拜刘宣为师 顺便一提 她给她的扇形统计图表情老公的备注是 先生 但是上周我上网冲浪 刷她最恶心的奶屁文学是 女主和男主说 要去拉臭臭 说实话 拉臭臭这三个字 我只在三岁内的婴儿上用过 大总邪美一笑 把女主抱起来 直接趴在女主屁股上吸了起来 最后 扎扎嘴说 不愧是我的宝贝 来时也香香甜甜的 你妈 讲道理 之前我对奇葩网络文学的理解 直不于 喜废懒的多人运动文学 直到我昨天看到了 狗熊连门跑了过去 也不敢挨着太近 他看见周瑞强蹲在地上 表情痛苦扭曲 嘴巴张着 却我呕不出什么东西来 光头强 你还好吧 狗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等那股恶心的感觉过去 周瑞强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 腿却在不停地抖 他脸上汗层层的 也不知是热的还是怕的 他 怀孕了 讲道理 看了这么多年网文 除了这种智商被袭击的文学的 比如 我是个孤儿 我爸爸妈妈在我出生前就死了 还有一种文学 也能让我的智商被袭击 在甜文里 我是一个强大男人的宝物 在虐文里 我是一个强大男人的玩物 在复仇虐渣文里 从玩物到宝物 在重生打脸文里 从废物到宝物 在多人运动文里 我是好几个强大男人的宝物 在多人运动虐渣文里 我是好几个强大男人的玩物 在万人迷文里 所有人都想把我这个宝物 变成他们的玩物 在万人邪文里 他们以为我是废物 把我当成了玩物 最后悔恨地求我 做他们的宝物 说实话 我现在开始 不是很能理解这种套路了 有点无聊 所以现在我要更新 自己的奇葩网文 网文内包含写真集插图 关注UP主 人手一番